好 欢迎收听宝岛观世界 我是主持人石板明夫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请到了美国伊利诺州立大学的李中志教授 给我们谈一下你所没有读到的美国 这是李教授去年出的一本书 那么现在我们在台湾的选举 现在台湾全世界都在关心美国的总统大选 所以也想请李教授帮我们分析一下美国总统大选 李教授你好 各位观众朋友好 您觉得现在美国突然之间大选又喘出一个换灯的问题 我其实长期观察政治 我本来以为国民党当年的换柱是历史上最荒唐的事情 然后没想到在美国好像又要重新出现 首先您觉得在制度上换人是可能的吗 从制度上来讲当然是可能 可是就政治上来讲我觉得那个机会几乎是等于零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换灯的讲法 当然跟各位观众朋友也都知道 因为那一次的那个辩论 上个礼拜的辩论就有点是disaster 就是灾难似的 所以整个民主党炸过 但是你看第一时间几个重量级的人物也都是继续支持拜登 然后当然整个民调 他拜登可能就是有一个3%的swing的改变这样子 其实蛮大的 那下面的一些选民也好 地方的政治人物也好 他就有出现了说 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 是在8月中才举行 在芝加哥 然后就是 那这中间有牵涉到他们的初选过程 相当的复杂 然后也就是说 其实上次的总统辩论不是总统候选的辩论 因为两个党都还没有正式提名 那也是历史上最早的一场 关于总统大选的辩论 我有点奇怪 等于说这一次是川普提出来的拜登接招了 那接招的话 不是不是是拜登提出来的 所以很奇怪 是拜登提出来川普马上就好 这不是自己 那等于拜登团队或者拜登个人是认为没问题 首先我先说一下我的感想 我那场辩论我也看了 看我确实觉得拜登是有地方有点怪怪的 是不行 但是说我也没觉得那么有灾难 就是他一结束以后 就开始说拜登不行不行 而且都是民主党阵营的媒体做出来的 对 对 我说是不是民主党这帮人要把他换掉了 有意思在害他的感觉了 你有没有 可能不是害他了 我觉得那个就是一种焦虑感 比如说像2018年民进党大败之后 然后因为焦虑感也产生了说 要去挑战蔡总统的这种想法 那那场辩论确实是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的糟 可是拜登显然是失分 那所以我及时看 一看完之后呢 我就立刻在我脸书就写了一句话 就是Houston we have a problem 那没想到一分钟之后 那个CNN也用同样的一句话来讲 那显然是那个焦虑是很深的啦 那焦虑归焦虑啦 那真的要换又是另外一回事嘛 毕竟离大选已经禁了 那焦虑其实可能比要求焦灯还要夸张啦 那这中间我会觉得最大的不同是 红秀柱在选的时候会影响到地方选举 对 这个可能是焦虑的最大原因 他们我觉得国民党没有打算说 红秀柱可能赢啦 这我想他们应该有了解到这一点 而且我觉得红秀柱的时候 我觉得红秀柱自己后来 他也同意被换了 他也知道民调跌个不停 这样国民党没法选了 所以说红秀柱暗中就是说 OK那就换吧 只要你们走一个程序 那我觉得拜登阵营现在还不想退 对不对 就是说你被换那个人不配合的话 这就增加了难度 我想红秀柱可能也不想退啦 那国民党的心态那个时候是 我不觉得他们认为红秀柱有机会啦 他一开始就是报 因为一开始没人要出来嘛 那是他报定就是我炮砖引玉嘛 他自个讲法嘛 那然后红秀柱在那个地方 因为他的论述会影响到立法委员的选举 这个这一点才是国民党受不了的 所以就换掉 但是拜登没有这个问题 我在外面观察 我认为当时是国民党内部的一个操作事故 就是说当时朱立伦在等着三股茅庐 对 然后被红秀柱取消以后 人家就不顾了 怎么第二次就不来 然后呢 朱立伦就被晾打给 然后红秀柱就变成候选人 对 所以有这么一个阴挫扬 互相期待的不同 是是是 那这次根本没有等着 民主党没有任何一个人等着被三股茅庐吧 应该这么说 这时间要放长来看 当当年拜登击败川普的时候 我个人 那相信很多人也是这个想法 拜登是个过渡总统 他的任务起来就是 等于是recover那个疫情 拜登 那个川普引发的这些事情 那希望说他把他击败之后 他毕竟年纪大了 这个不是突然他年纪变大 大家都知道 当然他衰退衰老的很快 四年前选举的时候就有这个问题 年龄太大了 是不是怎么样 那你回过头去看在2002年那一场选举 在中国疫情爆发之前 川普是笃定当选吗 因为那时候整个经济都很好 虽然他这个人有点疯疯念念 大家受不了 不过美国整个制度的运作 其实有他的道理在 那我个人那时候也是主 也是投了川普一票 第一次没投第二次我投了 那所以有人笑说 我投了总统都不会上 那讲到哪 就那个时候拜登上来击败 因为没有人要出来 然后拜登一直念之在之 他要选总统 然后大家在没有期待 能够有办法击败川普的情况下 就让他出来选 然后想说他选完川普连任 下一任可能新人就出来了 那在这样的一个思路下 我会觉得说 拜登就是一个过渡型总统 但是没想到他一当当上瘾了 就觉得他也不让 那他其实做的也不错 虽然说这个国内的问题很多 通过膨胀的问题等等 社会上的问题等等 但是大家觉得说 他其实是做的OK的 他如果作为一个过渡型的总统 他其实是做的非常好的 但是他要选下去 那一旦他要选下去 必须要有人出来挑战 就比如说像当初卡特 也是到后来有点糟糕 那必须要像那时候的Ted Kennedy 就是爱德华甘奈迪 这样等级的一个人物 出来挑战 而且这挑战不是说 看你不行了才出来挑战 必须在很早 在一年前就需要出来 那如果民主党在一年 或一年半前 出来挑战的话 其实有讨论的空间 那如果说协调出一个人选的话 拜登要主动的去让步 我觉得是很OK的 但是那个时候既没有人挑战 拜登也说要继续选下去 那大部分的民主党选民 也认可这件事情 那只是因为一次的辩论 那你冷静下来看 其实也没有特别糟了 虽然是 我当时也没觉得糟 但是后来媒体不停的强调 他那个被失败的那几个地方以后 就好像变成一个非常灾难性的 因为这一直都是媒体的问题 因为媒体需要观众 所以他当你被定型化说 你就是很老 你就是常常走路跌倒的时候 媒体就会去刻意抓住这个镜头 那民主党当然也焦虑 因为他年纪大是40 然后这个40 大家放在心里也不敢太讲 然后没想到这一次辩论 就等于曝露无遗 所以整个才爆发开来 我有想请教您一下 就是在美国的政治人物 我们就先说民主党 民主党过去有克林顿 有奥巴马 这两个人虽然事后 有各种各样的争议 但是刚刚他们出来的时候 确实让大家眼睛一亮 风度翩翩 气宇宣昂 然后口才非常好 已经能把大家一下凝聚起来了 就是这种人才 好像突然没有了 现在这个 我说句歪瓜裂枣 有点奇怪 但是说 因为拜登 贺锦丽 包括大家说的什么 奥巴马的太太 这个克林顿的太太 就是好像没有一个 让人眼睛一亮的政治人物出现 民主党怎么突然间没有人才了 其实也不是说 突然间没有人才了 比如说贺锦丽 当然是他的民调一直不高 而形象 口才 多多多都有问题 对 那 那个 Michelle Obama 我觉得他 其实还是有他的能量的 可是他这时候还没有表现出来 那 通的来讲 你说克林顿 你说 奥巴马 那我们回过头去想 他不是说一直很闪耀在那个地方 跟Ted Kennedy不一样 所以刚才的家族 他们就是 每一个都是金桶 大家都知道 那所以当他们在仗散了全国第一线的政治人物的时候 其实大家并不清楚这些人 那民主党其实也有这些 比如说像现在加州州长有点红嘛 然后各州也有一些州的州长 下面还有一些人才 其实还有一些人才嘛 还没有出来 那包括我们伊利诺州很胖的那个JB 他也是野性勃勃 但是他还没有正式被看到 当然大家关心政治人会看到这些人 可是对一般老百姓选民来讲 他 其实你如果到芝加哥街头去问说 我们现在州长是谁 我猜大概有一班不知道了 不要说移民 就是当中没有人 他们不是很关心这些事情 克林顿和奥巴马 都是横空出世的政治明星 现在也就是说也有政治明星 但是说只是没给他舞台 而且这些人没有抢上舞台 在舞台上都是什么桑达斯 这些奇奇怪怪的人物 真正的明星 政治明星 现在没有机会上舞台 对 你看从詹森 但甘乃迪也是有点横空四出 就出来 然后詹森接着甘乃迪 然后接下来民主党 你感觉好像没人 一直到卡特又是横空四出 然后接下来雷根时代 我觉得民主党也没什么人 然后又来了一个克林顿 然后克林顿之后 就又来一个奥巴马 那我相信这种人还是有的 我觉得也不光是民主党 共和党也是 那川普也是 按理说川普仇恨值那么高 那么他如果躲到后边去 让一个形象比较好的 口才也比较好的 传统的这种人物出来 代表共和党 我觉得共和党也能轻松的赢下这一局 当然这种都是有点 我们事后高明去看 好像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 那当然你去仔细看的话 都有各种 各种各式各样的因素加起来 比如说像 川普一直指控说 拜登政权用司法追杀 把美国变个像第三世界国家 那这种指控当然是过激 我不觉得 以我对美国司法制度的了解 不至于 那拜登可能也不会去 真的去影响这个东西 那是社会氛围的问题 因为拜登的儿子 自己的儿子出事 拜登都照不住 就说明司法 他也有那么大控制司法的权利的话 把至少本的儿子保下来 对对对 那可是因为这个 这个司法官司缠身 所以让川粉 就是川普的支持者 他有一种委屈感 他是觉得说 他们也相信说 这个选举是有问题的 不一定像川普说有舞弊 可是他觉得这个是一个 不公平的选举 对他们来讲 然后又输了 又被你们这样子政治追杀 那他们的核心支持者 是非常的愤慨的 所以他会 所以也就是说 川普的人散不去 照说应该选完 就是年纪又大了 就散掉 像查阪现在就是被川普吸收了嘛 然后他可能会被下一个右派的人给吸收 但是没有 他川普的这件事情一直没有过去 一直在司法上反反复复在弄 那像前一阵子又宣判了 34项罪名都成立嘛 过几天罪行会定下来 可能不至于抓去关啦 不过可能就罚款了事啦 不过再怎么样 他就是一个被定罪的一个候选人 那话说回来啦 我是一直觉得说 你靠自己的核心支持者 是不足以置身的啦 因为他就不是majority嘛 他必须要吸收中间选民 那也就是因为这个样子 我觉得大家 你可能每个人都有情绪 你有自由派跟自由派的一些倾向 但是at the end of the day 你会想说 我这个让 我们要选一个过老 反应不快的人当总统 还是选一个 我们不知道他下一步要做什么的总统 当大家去更深层的去想这件事的时候 我想拜登还是很有机会会赢的啦 如果换掉 我反而觉得是不利民主党嘛 您觉得如果不换的话 即使这样 如果拜登挺过这一劫 在这个民主党大会被提名之后 他还有胜算 他还有胜算 因为我一直在讲说 美国总统 他当然是全世界 so far我们知道的宇宙 最powerful的总统嘛 但是他不是像电影演的那个样子 他必须在三秒钟之内 决定要不要按核武 美国不是这样运作的 所以一个没有机制反应 不能够跟人家在那边 一来一反在那边辩论的人 未必不能够当一个好的总统 因为美国有很强的幕僚嘛 他的国务院 他的整个体制是非常非常健全的 然后也是层层的关卡 你比如说像雷根 雷根婉吉事实上头脑也不太灵光 好那我们继续聊一下 就是美国这个总统大选 其实我在美国最近这个好多朋友 四年前啊 四年前我是在台湾媒体一直是 我觉得我认为川普当选 比较对台湾比较好 对这个很好 但是台湾当时穿粉也很多了 当时美国有很多台湾人的朋友 也是穿粉 但是说这四年过去以后 很多人都已经转成穿黑了 这点是很明显 但是有一个很 就是说这些人大部分啊 住时住在加州和纽约的 所以这些人 你不管穿粉穿黑啊 没关系 你去投票改变不了 他们加州和纽约的票 已经定下来了 所以说你增加多少穿粉 增加多少穿黑 基本上没差 那中间就是这个摇摆州 这几个州 那上一次川普在这个第一次当选 也是因为摇摆州 他拿到了 因为大家觉得失业率 要够经济方面的 那第二次因为疫情 这摇摆州也就是不好 也又输掉了 那么这一次我们看到摇摆州 基本上到现在民调是川普有利 对不对 对在辩论之前 其实就有现在目前有七个摇摆州 在辩论之前 拜登其实是领先一个百分点 那百分点也几乎就是在无差内的 那辩论完之后 其实就变成就反过来 反而是川普领先达到三个百分点 我今天早上在看了一些讨论 三个但也是无差范围 也是无差范围 但是当然是警虚 一来一反差了四个百分点 对对对对 如果民进党这么一直烧下去 说拜登不行不行不行的话 可能还会往下低 如果说拜登能及时稳住局势 还可能再反超回来 对对对 那不行不行 当然其实是就是民主党焦虑感产生的 然后一旦拜登在八月中之后 他必须代表民主党成为定局的话 这些人不可能去支持川普 所以可能还是会回来了 那重要的当然还是中间选民 或者是一般的老百姓 那他们焦虑的地方是 精英其实我觉得他们都蛮有定见的 他们是川粉还是拜登的支持者 应该都不会受这些影响 然后但是这些人现在的焦虑 产生了一些换灯的说法 那中间就是一般的大众 他会怎么看 可能是他们很焦虑的一点 因为大家一看到这个选举 这个辩论 他们政策其实两个也都没有真的讲什么 那这些人就觉得说 这拜登真的太老 那这是看完的反应 那但是经过时间一拉长 正式进入两个候选人竞选的时候 川普当然会继续嘲笑他这一点 这是一定 那这边拜登这边的论述会慢慢出来 就是大家还是会看清原来的川普 跟原来的拜登 这一个选举的影响也会被淡化 那可能在经过一些论述之后 可能又回到原来的这个样子了 那当然这使我有个人预测 我觉得那个选举预测都很难讲 基础基本不变 我想就跟台湾一样 台湾那些韩粉 对他来说只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投给韩国瑜 一个是不去投票 他们没有投给蔡英文的选项 美国就是反川普这些人 他们也没有投给川普的选项 生气了就不去投票 对对对 也是这么一个感觉 那大家觉得就是说 八年前的川普当选 和四年前的川普选 一个很大的不同 就是大家认为是经济 都是经济要素嘛 那么现在美国的 就是说这几年通膨是很严重 然后移民很多 治安不好 工作不好找 这方面的话 您觉得最近这些摇摆州里边 这方面状况怎么样 经济状况 那经济是普遍的 就是 其实这个也是变成一个M型社会的现象 就是就在疫情的时候 上面的人其实赚更多了 然后下面的人就是失业嘛 很多商店都关了 那现在其实工作都回来了 比如说像失业率 现在已经是降到很低嘛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死最低 不过就是相当的低啦 那现在美国到处都缺工嘛 那当然大家感觉上好像物价的上涨 赶不上你的工资 简单讲是其实美国就业是好的啦 那当然通膨是一个问题 然后经济没有衰退啊 美国经济一直很强势啊 那跟 但通膨一大部分原因是跟中国的贸易的关系嘛 其实中国货就是便宜嘛 然后当你中国货少的话东西就变贵嘛 这是一定的东西嘛 那但是对美国因为跟中国对抗而产生的这些inflation 我觉得美国人是可以 他会抱怨 但是他可以接受的 那川普上来不见得变好啊 对不对 川普上来他跟中国可能 他的路数跟拜登是不一样的 但是他对中国的对抗其实是一样的啦 他事实上更去强调说 拜登让美国赚了很多钱 所以让我们的东西都是在中国做 他可能在这方面会更强硬 那更强硬的后果可能通膨会更严重嘛 那当然这是经济上的问题啦 经济我是个大外行啦 那我相信大部分的选民也不是真的那么的去了解 那您觉得比如说像墮胎问题啊 或者是持有枪支问题 那么同婚问题包括乌克兰问题 这些问题的话在选举中占的要素大不大 这些问题基本上也是共和党民主党的 这个完全面对比的问题 对对对对 这个是很好的问题啦 这个才是真正关键美国下一次选举选民投票的一个意向啦 那刚才提到的这几个问题里面 我有点讶异是那个枪支的问题 那个CNN的记者没有提问到 那这个问题对川普就是个大扣分嘛 那如果是拜登 当然我们不应该这样讲啦 那如果说在选前又发生了几次很严重的枪击事件 那川普可能又会少掉很多的票 因为川普的立场很清楚啦 他就是说买枪涌枪 不管多么的强大的枪 都是人民的自由 那这个这一点 老百姓会看到嘛 那所谓的那个 来福香协会 他的影响力也已经四位了嘛 他好像破产了好像还怎么样 所以他的拉比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强了 那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那刚才斯坦先生也提到了堕胎 那堕胎对川普可能也是一个票房毒药啦 那因为像 虽然川普他自己的立场其实是 他其实是一个没有立场的人 他也不是真的很传统 因为宗教而靠向反堕胎的这个东西 那我甚至私底下都怀疑 他是不是这么多女朋友里面有多少人 他知道有去怎么样怎么样 这个都是很合理的怀疑啦 那大家也看得到 所以之前几个事情 包括他自己的前总统Mike Pence都起来 指责川普说他在反堕胎的立场上不够强硬 那川普也一直闪避这个问题 那为什么他要闪避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是对美国切身的一个影响 他不是只是一个道德上 你是pro-life还是pro-choice的问题而已 那比如说像我的同事 他有年轻有女儿刚结婚年轻夫妻 他就因为这个Roy Wade的这个case被最高法院给 就是turnover之后 他事实上都考虑换工作 因为他们是年轻夫妻 他们目前没有要生小孩的打算 然后他会有这样的一个忧虑 说万一怎么样他如何去 就是要到一些蓝州去 对对对对对 因为这个东西对医生 对尤其南方的那些州 他的压力是很大 他当一个孕妇 我们不要 其实事实上不是像拜 那个川普指控的说 你这个拜登政府就是让大家 就是好像拿堕胎当家常病犯一样 其实不是嘛 在很多的你永远没办法预测的情况之下 那医生可能需要做一些决定 然后当这个联邦的保护被拿掉之后 南方一些比较保守的州 他可能定了一些很严苛的法律 像佛罗里达的州都是 让医生没有办法在那个地方 去做他医疗上的判断 那不但很多人因为这件事情 考虑换到别州去 这可能是我们台湾不太能够想象的事情 觉得那就是个法律嘛 就是一个这样子 可是在美国是影响很大 甚至有些医生他因为这样而 而换到别州去也都有 然后有些小地方他根本就找不到医生 去做妇产科医生这样子 影响是很大的 那我也是 我就是其实我也认识一些 就是说美国的年轻的女性 她们过去上一次支持川普的 但是就因为川普任命的大法官 最后把这个堕胎的法案 就是说反对堕胎以后 他们就彻底的对川普失望了 所以说我觉得川普 虽然川普本人的立场不是很鲜明 但是说大家会把他归给他 归到他这方面去 那么那您 照您这么说 如果摇摆州的经济很好的话 会不会大家觉得 还不错 就是拜登还不错这种感觉 其实摇摆州的民调 现在还是 双方基本上是打平的帮他 没有 现在是川普领先了 就是辩论之后 然后之前是 也是些微领先了 拜登协为领先了 那我不能说摇摆州 他们的经济变好了 因为数字上是变好 但是他一般的老百姓 确实是感受到了压力 然后现在这次选举 其实不是一个正常的选举 是变成 不是支持川普或者拜登的选举 是支持川普跟反川普的选举 如果这样的气氛形成之后 拜登是不是太老 这个问题会被缩小 会被淡化掉 只要能反川普就可以 只要能反川普就可以 如果说拜登被换掉的话 拜登虽然很老 但是至少他能镇得住 比如说换到贺锦毅的话 就有一些人觉得凭什么是你 或者换到加州之士的话 大家都觉得别人都差不多大 为什么我昨天跟你成兄道弟 明天要对你点头哈腰 会有这种不平衡感出现 那么就可能不出力 就是如果换掉 会出现这种问题吗 我觉得一定会出现这种问题 台湾跟美国最大的一个不同是 美国没有亡国感 他们谁上来 他们美国还是世界最大 还是最强 但是台湾有亡国感 台湾有亡国感 就是在 只要一旦这个亡国感产生 我会觉得国民党基本上是没有机会的 所以不管民进党 比如说像19年 就是赖总统跟蔡总统的这种竞争 然后后来出现的是蔡总统 假如那个时候是赖清德出现 我觉得到最后还是会整合在一个阵营里面 只要那个时候 因为有香港 那个时候民进党谁出来东东当下 因为那是一个亡国感 美国没有 那美国他们 现在选民的认知是 川普跟拜登两个 他会影响的是内政的问题 就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强制 就是堕胎的问题 inflation的问题 inflation我觉得两个都半斤八两 没有说谁比较厉害 那选民我想也应该会认识到这一点 那不同的是因为他们没有亡国感 如果说就像刚才石板先生说的 为什么是你何经理 然后这些各地的政客 他必须要利用这个机会 他也许这一次赢不了 他们没关系 他必须要为下一次 一个真正的竞争给卡到位置 所以不会摆平的 他会变成一个分裂的状态 那如果说他一个分裂的状态 大家必须要表示 对他认可的人忠诚的话 他会在选票上表现吗 他不会 比如说我们同样是民主党 那你可能是加州州长 那我可能是伊利诺斯的州长 我伊利诺斯人 我可能不希望你当选 那你落选 然后让川普再搞事 因为川普肯定四年 他不能够再另外一个四年 我请教一下美国法国 因为有人跟我说的不一样 有人说美国总统是可以连任一次 就是八年 有人说川普他已经中断了 所以说他还可以再做八年 有人说他只能再做四年 他只能做四年 等于说他如果说今年十一月当选 做完四年以后就没有资格连任了 应该 因为你一问我就突然又惨着的怀疑 因为我听出两种说法了 我想美国意识上从来没有这种Case 没有 过去根本没有规定 过去是罗斯福之后才规定 但是在台湾是可以的 台湾好像是 台湾是不能连任而已 台湾是不能连任而已 你像苏貞昌连任了八年台北县长 后来再次去挑战新北市场 虽然没选上 但是如果 台湾是可以 台湾过去澎湖有一个县长 就是说做完八年 叫赖峰伟还叫什么 然后他后来休息个两届 再回来又做 这个是台湾是可以的 好像美国 这个我们可能 也许要专家去查的 因为国际 我想这查得很容易 你就看那个修正案 看他怎么写的 那我的认知是 不可能 吃破塔了 就是一个总数就是八年 年龄也太大了 对 如果四年以后 其实两个都是高年 所以说你光指控拜登高龄 其实有多少回来 回来质问到 这个川普也不年轻 中国古代有句成语 叫五十步笑百步 这个确实是 川普嘲笑拜登高龄的话 这个确实有一点怪怪 按照川普的年龄 在一般的民主国 很少有出来竞选的 那所以拜登 拜登如果 就比如说 固定他代表出来 我想也会这样 那我个人是对拜登的选情 还是稍微乐观 那当然有他很高的风险 很高的风险 可能这三个月 就是提名之后 三个月四个月 他又突然跌倒 或者突然怎么样 这种事情是可能的 可能发生的 另外一个 我觉得他跟雷根时代 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的话 现在是媒体24小时监视的时代 那个雷根的时候 他只在电视面前 做好表情 面稿子表演个几分钟 就下去就可以了 没错 拜登他会所有的细节 包括上飞机走路握手的 而且可以用那个无限的 靠近的镜头扩大 所以说他如果说 真是失智的状态的话 是跑不掉的 我想 是啦 他如果 对啦 就大家会拿着放大镜 看他的各种表现 所以他 他要保重一点 对 我们最后聊一下 台湾最关心 就是说这两个总统 哪个总统对台湾好 我觉得 我觉得台湾是很有意思 我观察台湾选举 2016年 第一次 拜登和希拉蕊 克林顿竞选的时候 大部分台湾人 是希望希拉蕊当选的 我也是 因为大家觉得 拜登 而且川普 生意人 随时可能跟中国握手 言和 那么就抛弃台湾的地位 结果 川普当选了 台湾人很希望 很失望 很多人很失望 后来发现 川普一当选 就跟蔡英文通电话 然后对中国是刀刀剑骨 然后觉得 台湾从来没有 这种感觉到 这个大哥这么给力 支持自己 所以说一下子 都变成川普的粉丝了 然后川普确实是 在美国 从来没有过 对中国这么严厉的政策 就是包括 比如说 休斯顿的总领事馆 说关就关 关税说涨就涨 然后没商量 你再怎么来 就是不涨 这个大家觉得了不起 然后四年前 这个拜登出来的时候 他觉得 这拜登这个儿子 跟中国天气 也没敢言去的 这到时候 他上台以后 又跟中国握手言和 台湾又被出卖了 结果 这个拜登当选了 当选应该还不错 五次表明 这个一定要支持台湾 在这个军事界 台湾又开始喜欢拜登 然后现在觉得 川普又不靠谱 四年前 明明你们期待川普当选的 现在觉得川普好像有点不透明 这个不可预测 这个我觉得是 当然某种印象反映 这个台湾人的 他们的心中的这种焦虑感 反正就怕改变现状 而带来自己很不大不利的 自己被出卖的感觉 您观察川普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这个到底会不会挺台湾 我想这两 如果从台湾人的观点来讲 那这两个总统 他在亚太的 那个方向其实是一样的 方法可能差很多 然后川普可能就是单打独斗 那拜登可能就是联合很多人起来 那总的来讲 我会比较喜欢拜登的这种做法 因为川普得罪太多盟友 这对我们是不利的 然后在那样的氛围下 因为盟友都讨厌川普 就其他国家 他认为说 他就是一个往对抗的路线走 那这样的话 连带的会伤到 川普喜欢的台湾 或者川普支持的台湾 那拜登也同样支持台湾 他就像刚才石板先生讲的 那个已经 已经没有所谓过去 那个创造性模糊 已经没有 就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人家记者追问 他也说对就是这样 你会不会拍片 他说对就是这样 那我不觉得这是一个 狮子老人讲的 这个是整个方向的一个改变 那我一直不觉得说 这个是两位总统去改变了 这样的一个美中的关系 我觉得那是整个时代的演变到这个样子 那我在其他地方我也讲过了 就是美国 他在历史上 其实是对中国非常亲善的 从根子配款开始 他就自己觉得说 好像我们一个新兴的大国 之前美国不算大国 可是他慢慢南北战争之后 他感觉上自己要变成一个大国 可是他变成一个大国之后 立刻去参与了八国联军 他们对中国带着一份亏欠 那一直到甚至太平洋战争之前 他们都是非常的帮助中国的 那甚至在共产党起来之后 他们对中国的那一种眷恋 其实是没有消失的 很多文人事实上还是左派 那只是说在政治上 他可能去支持蒋介石的政权 那所以我会说就是这一百年来 一个超过一个世纪以来 美国对中国是一个青山的态度 但是这个东西最近几年改变 也就是在拜登跟川普 这两个前后任总统的 这八年甚至十年里面 应该说八年改变 那改变是来自哪一边 其实是来自中国 中国他并没有像克林顿时代 或者在更早甚至雷根时代 他可以和平崛起 当然尼克森对中国是一种利用的关系 他是希望拿来抵制俄国 但是在学界或者说 在一些精英的看法里面 他觉得中国是一个可以帮助的 他希望中国能够 能够拿住美国价值 就是能够carry美国价值 然后这么大的一个国家 那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在冷战的结构慢慢形成之后 然后又开始shift到中国之后 美国整个进去嘛 那他希望帮助 克林顿给他最回国待遇 事实上也是希望说 他甚至跟人权都脱钩了嘛 他就希望说 经由中产阶级的建立 他这个国家会慢慢民主化 那经过这20年30年 甚至可以推到更久的实验 你证明说这是 这是一个没有发生的事情 这个期待其实已经破灭了 他觉得说中国崛起 他不是和平崛起 中国你感觉上他好像现代化了 他武器也变得很好 可是他这个国家 基本上是没有现代化的 那所以两个总统 他用他不同的方法 去反映了这样的一个趋势 所以我不会太担心说 万一川普又上来 他会把台湾给卖掉 或者怎样 因为我觉得他很大的一个幕僚 在那个地方 不会改变 有一说法就是川普 害怕川普出卖台湾的 一个很大的理由是 说川普在背叛乌克兰 川普上台以后就不管乌克兰了 那么所以说既然不管乌克兰 也可能不管台湾这感觉 这一点的一些川普的支持者 包括跟川普很近的 是蓬佩奥或者是余茂春 也是蓬佩奥周围的 对中国政策的主要 他说其实川普不是不管乌克兰 而是反对用拜登的这种方法 就是不停的砸钱 不停的给武器 而是用别的方法 在解决武克兰问题 你觉得武克兰问题 川普的这个立场怎么样 是在美国选民对川普 这种好像是 不能说放弃武克兰 但是好像不会这么出钱出力的感觉 你觉得美国国民是支持的吗 因为川普这个人 他是想到什么讲什么 然后他用很简单的语言讲出来 然后这个可能也不代表 他背后整个 那个Strategy的一个改变 或者怎样 他并没有去放弃乌克兰 但是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这一点是大家不敢打开来讲的 就像他大家不敢接起蔡英文的电话 可是他就是敢 他就是敢这样 那这个大家不愿意去正视的是 乌克兰定义乌克兰 东乌纳两省是不是乌克兰 该不该属于乌克兰 当然布丁用一个最糟糕的方法 去解决这件事情 是布丁 这是普丁的错误 他就是用军事来弄的嘛 那事实上东乌纳两省 到底应不应该属于乌克兰 我觉得这是个可以开放讨论的事情 那川普他在一般民众的感觉 他的方法就是隔离赔偿 可能不用赔偿 可是至少要把东乌给割掉 那在现在的氛围之下 普丁发动战争的氛围之下 这个是不被接受的嘛 所以我觉得选民不会去 我认为川普也还没有谈到隔离赔偿 他说你们先停战嘛 先把自己的战领去先顾好 你们互相不同意 你们慢慢谈 现在不许打了 如果美国把这撤下去的话 我想就像朝鲜半岛一样 这乘一个三八 先让你们先停止杀戮嘛 先不要杀人了 然后乌克兰你说东部两省是乌克兰的 俄罗斯你说你们双方自己慢慢谈 然后美国的立场 我想可能还是站在乌克兰这边 美国也说这个 但是说他一让停止杀戮 就有人认为这就是让犯过错的家伙 没有受到惩罚 这个可能会助长下次别的家伙 就是北京也想犯错嘛 反正不会 就是有这么一个联想 我觉得还有一个别的就是说 川普支持者的一个说法 他们就说你们支持乌克兰 我也支持乌克兰 但是乌克兰是你们欧洲的事 你们住得近 你们是邻居 我住得很远 干嘛我出最多的钱 出最多的力 你们旁边你们多帮嘛 我也帮忙 但是我不必要我帮最多嘛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逻辑啊 这个逻辑 其实也蛮有说服力的嘛 对 对美国人来讲 这确实是有说服力了 对对对 就是家里有事嘛 你们是做儿子的 我们是做侄子的嘛 对不对 侄子也会包一个红包 去去帮忙 但是说我出不一定是你们最大的处嘛 所以可能是有这个 然后像他对北约的一些抱怨 其实也是可以 是可以打动人心的啦 对 但是我还是要回过来讲 就是说一般美国大众的选民 他不是真的太在意这些事情了 就类证还是最主要的 然后非法移民还是最主要的的问题 对对 我们非法移民想 川普那个墙到底现在怎么回事 那时候天天 我那个时候从 我从北京住了十年嘛 回到东京当编辑 然后那时候刚川普刚上台嘛 我们那个有一个川 今天的川普一个专栏 我负责那个专栏 然后天天在关心那个墙的进度 然后后来现在已经 好久没在媒体看到那个墙 那墙是算修好了吗 他拜登就不给经费了嘛 然后那个墙修在那个地方 其实我觉得那个也都是一种 一种政治表演啦 我也觉得你想挡人 一个墙能挡的人吗 就是 那就是加强边界巡逻啦 那你说那些非法移民 其实也是被媒体给炒作 那也不能说媒体 应该说就是川普 他必须去炒作这件事情 他必须不断的去强调说这些移民在美国造成的问题 那当然不能说没有嘛 确实是有嘛 但是大部分来讲 其实美国还是需要这些非法移民的啦 他们不是说一来每个人都去外面犯罪嘛 那个毕竟是少部分嘛 你到农村去 美国现在缺工啊 到处缺工啊 那这些非法移民其实已经是常态了啦 当然因为疫情的关系让这个事情变得更加的 更加的严重嘛 然后拜登这边他当然也就是会去挑一些例子说 川普因为川普这么强硬的对待非法移民 所以产生一些人道上的问题嘛 把人家家庭拆散嘛 这些东西 但我觉得这些都是离老百姓 不能说很远啦 拆散家庭可能离老百姓很远啦 可是你在路上就真的看到很多游民 这是真的啦 当然政策有点怪怪的 我听过一个类似笑话的人 我认识一个人的 我的一个朋友他的小孩在美国 念完大学 没有找到好的工作 没有找到工作 但想留在美国 他是移民嘛 就是大学毕业留学生嘛 大学毕业了 但是没有找到工作就要离开美国嘛 他又想留下 然后他问他怎么办 就有人跟他出个主意 买张机票去墨西哥走进来 你就可以合法留在美国 这变成荒唐的事嘛 不但这个讲法当然有点开玩笑啦 你如果真的这样走进来是非法移民吧 那你非法移民 你更找不到工作啊 除非你要干嘛 那会到美国合法留下啦 只要去自首 然后就能合法留下啦 现在你是留学生 你必须要走 可是你这个 这有点开玩笑的意思 这个argument有点互相矛盾 反而就是说移民太容易拿到美国 留在美国 非法移民 让很多人 对 非法移民太容易留在美国 让很多人觉得一个不安 或者是不公平感嘛 会有这种感觉出现 特别是找这些移民觉得 那你仔细去想 其实不会啦 因为你如果没有身份的话 你不能找到一个好的工作嘛 你可能就是到黑餐厅打黑工啊 不然就到香蕉去当中田嘛 那当然是这样 那你如果是留学生的话 你可以去干这些事啊 对不对 你一样可以留下 你何必那么麻烦 就跑去再走过来 我知道 这是一个比比较这个 也有点开玩笑的 对 这开玩笑的感觉 就是说 还有一个是说这个治安非常不好 这一点 您加州好像什么林原购什么的这些 您觉得 因为我也听到很多这些方面报道 看到很多报道 您生活在美国 您有觉得治安非常糟糕的感觉吗 我个人经验比较不准了 因为是住在一个suburb的一个小小趟里面 大学层里面 那我儿子住在大都市 芝加哥一直都不好 他每个礼拜就会强杀一个人 我记得 我记得我从小 从基势起来 美国治安都不好 对 美国治安都不好 从来没有听说 什么时候是美国治安好的时代 对 那美国是这样 因为美国太大了 所以它可以区隔开来 比如像在芝加哥 那个治安很差的区 所谓很差的区 大概就是每一个礼拜 都一定有人死在枪战里面 可能流弹 然后离这个不好的区 可能只有一条街的远 就变成一个很好的区 然后这些人 也不会流到那边去 因为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一个 因为其实美国是一个隔离 虽然我们现在已经没有 那个种族隔离法 他们就自动隔离起来 那是不好 那有南方的一些州 他说你们接受移民 所以他就把一些非法移民 全部送到北方的州去 那也是很奇怪的一个做法 对 我觉得治安 就是如果一直治安不好的话 那这个对选举 就不会有什么大的影响 反正一直都这样 如果过去很好 现在不好 当然大家会不满 会用投票行动感觉了 您并不觉得 就是川普变拜登 拜登变川普 这个治安会有 我不觉得了 因为这种东西都是 不过话说回来 就是政治上是 perception is reality 你这样感觉 你就会觉得 这个就事实是这个样子 那你如果去看犯罪率 其实也没有 就是犯罪率一直降低 那枪支是很大的问题 因为他们 那买枪真的是太容易了 那你要去加强管制 这个就又 反而又变成有利于拜登 好那我们时间差不多 谢谢 谢谢 谢谢李教授 李教授有一本书 再宣传一下 你没有读到的美国 这本书非常好看 谢谢 谢谢各位 谢谢